在2018年有部神奇的动画《奴隶区》 自明一词整个故事和奴隶有关 有男有女甚至连宠物狗都能当主人 并且奴隶绝对不会反抗主人 到底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会出现这么荒唐的事呢 那我们赶紧看看它究竟讲了什么 最近在市面上流传着一种名叫SCM的装置 这种东西类似于雅套 据说只要带上此物的两人在进行比赛或者打赌 输的一方就会在SCM的作用下 对赢的一方言听己从 心甘情愿地成为对方的奴隶 但主人不能左右奴隶的感情 更不能发出伤害奴隶生命的命令 这种说法惹得众人非议 话题得度持续发酵 昨天女孩鸣雅刚见到闺蜜 就听到她鬼哭狼嚎的声音 原来闺蜜被男朋友大田劈腿了 而且她劈腿的对象 竟然还是个男的 看着闺蜜痛苦的样子 鸣雅打算带着闺蜜找大田理论 私人来到一家餐厅 大田自我介绍了一番 旁边的男力穿就是大田的劈腿对象 鸣雅想要询问大田分手的理由 可大田却故隆玄虚 表示只要能猜对林作那对男女的关系 她就把分手的原因说出来 此人一起看向那对男女 女孩腼腆害羞是个小罗地 男人五大三粗是个大叔 闺蜜猜他们两人是情侣或者儿妇女 但立川觉得他们是嫖客和小姐的关系 而鸣雅则认为这对男女是网友 大田听完表示赞同 但能就没有说出分手的原因 只是笑了一下 而这对男女真的是在网络上人时很久了 女孩因为面前的网友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于是非常失望急着想要离开 谁知这个变态大叔竟然在送女孩回去的路上 在车里侵犯了他 女孩同步预生发誓一定要报仇 于是他买来了SCM 不久后 他故意打扮得十分耀眼 来到了大叔经常出现的那家游戏厅 果然他在这里遇到了大叔 他骚走弄知了打算大叔 并和他打起了赌 他们约定玩一款大叔最擅长的弹珠游戏 一个小时后谁赢的数量最多谁就赢 如果大叔赢了 他可以要求女孩做任何事 包括再陪他一晚 但如果女孩赢了 大叔就要付给女孩一万人员 大叔以为自己势在必得 于是答应了 但在比赛前女孩拿出SCM牙套 当听到女孩说 戴上这个会是比赛更刺激时 大叔老脸一红 虽然毫不犹豫地将SCM塞进了嘴里 在比赛时间快到时 大叔仍旧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赢定了 可是下一秒 工作人员就拿来了好几光弹珠 足足比大叔多了好几倍 女孩表示这些都是他今天一大早赢的 截止到现在为止 大叔赢了几框 根本没法和他逼 因为他只说了比赛一小时后截止 但并没有说比赛什么时候开始 大叔虽然嘴上说着不公平 但他内心已经同意了女孩的看法 所以SCM牙套感知了他的思想 立马发挥了作用 直接女孩说了句 跪下 大叔就控制不住地跪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的女孩 都说了满意的笑容 之后大婷邀请鸣亚来到KTV 拿出了SCM告诉他这个东西的用处 大婷表示自己要尝试一下SCM 他将在SCM的作用下 测试自己的极限在哪 看自己能够在多少人的挑战下 不被努力 他拿出一个SCM和1000万交给的鸣亚 因为觉得鸣亚和自己是一类人 于是他拜托鸣亚成为自己的保险 万一到时他成为了别人的奴隶 他希望鸣亚能够将他救出来 于是 他们两人就带上SCM到处找人挑战 第一个挑战的对手 是一对名叫成也和彩花的情侣 可其实两人的关系却有些复杂 成也因为长相吸引了彩花 于是彩花就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来帮助成也 可是成也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提管机 拿着彩花的钱去谈了另一个女佣 甚至还想用SCM将彩花变成自己的努力 其实彩花竟然反客为主 成了成也的主人 彩花早就知道了SCM的事 当得知成也根本不喜欢他 还要骗他时 伤心欲绝的彩花决定屈指成也 于是他命令成也和女佣树莉亚分手 然后还清除了成也家里所有关于树莉亚的东西 这样一来 成也就只属于他彩花一人 夜晚他们俩突然感受到了SCM的提醒 同样配戴SCM的人会在近距离内 向另一个配戴者发出挑战 很显然成也他们接到了挑战 而发出挑战的人正是大田和营养 成也为了摆通彩花打赢了大田的挑战 然后故意套路彩花最终赎给了大田他们 成也的主人也由彩花还成了大田 但是大田并没有要求彩花他们成为自己的努力 而是要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回到里去 或者先生的成也再次找到前女友舒莉亚 紧握他的手 想他表示了真心 说自己绝对不会再放开舒莉亚的手 可是没想到舒莉亚却说了一句 如果成也分开了他的手 成也就算输了哦 成也误解了舒莉亚的意思 竟然立马答应了 但下一秒他却发现舒莉亚带上了SCM 并且已经成为了龙鹰大人的努力 不仅如此 他的身上还被闻上了樱花的图案 成也看了舒莉亚娇羞的表情 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失望了放开了舒莉亚的手 可同一时间内 他嘴里的SCM就震动了起来 这一刻成也成了舒莉亚的努力 准确来说 成也现在成了龙鹰的努力 他晚晚没想到自己会被希腊爱人套路 而舒莉亚之所以这样套路成也 也是封了龙鹰的命令 为了避免成也和人打赌鄙视 舒莉亚栽走了成也的SCM 他的主人龙鹰找来了很多奴隶 去使他们做任何事 包括让他们出卖自己拍裸照 上传网上 大前在网页上还发现了舒莉亚的照片 于是他询问成也是否知情 看成也没有应答 于是命运他 但成也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大前这台得知成也已经不是自己的努力的 看着说不出话的成也 大天鹰鸭和彩花 离开了房间去调查情况 而成也只能在内心祈祷大天 他们赶紧把舒莉亚解除出来 而像这样的情况 在这城市各处都在发生着 例如一家咖啡店的女仆 祖利坎 就说到了女孩中也的邀请 其实这个中也也是个女壮大了 中也很喜欢祖利坎 所以想成为她的努力 这时正好出现两个搭讪的男人 于是两人约定 谁能让男人为他们花的钱多谁就赢 他们四人逛了一个晚上的街 祖利坎还在街上遇到一只饥饿的白狗 他友好地喂了白狗食物 但男人们却发现 白狗的嘴里竟然也带着SCM 被发现白狗恶狠狠地朝男人们叫了几声 然后跑开了 晚上他们来到这两个男人的家里准备喝酒 谁知男人们在酒里下了药 祖利坎一杯就到 中也见状 将祖利坎带了出来 当祖利坎醒来后 他就意识到自己输了 于是丽马就成了中也的奴隶 可此时一位光头男人出现 他通过SCM感应到祖利坎二人 光头以为祖利坎是祖人 中也是奴隶 所以他就向祖利坎发出挑战 他挑战的方式就是斗殴 很快祖利坎就认输了 而中也则趁其不备 跑开了 就在中也想着如何将祖利坎救出来时 舒利亚则带着奴隶司机中央当出现了 他和中也约定 只要他们能把祖利坎救出来 祖利坎和中也就要成为他的奴隶 于是他们散人立马赶到公园 可是到了在发现 光头竟然被一只狗就缠上了 这就是祖利坎刚刚喂过的白狗 也许是想将祖利坎当成恩人 只见白狗跳起咬住了光头的特殊部位 光头跪地久了 而先前说过 这条白狗也是带着SCM装置 除了需要进行挑战 一旦投降认输 SCM也会启动 这下光头竟然成了狗的努力 看得中也他们是一脸懵逼 其实光头原名叫文青善一 之前和彩花发生过矛盾 不过善一却被一个从事买卖生意的集团头目 烈马无音看中 因为连事已高 他打算在退休前找到能接替自己的人 善一在得知烈马的来意后表示 可以继承烈马的事业 但作为考验 烈马还是决定对善一测试一番 测试的内容就是让善一带上SCM 到处与人挑战 届时 再将赢得的女奴隶 全部带来烈马这里 烈马就会按照每个奴隶 100万元的报酬 支付给善一 善一很果断地接受了测试 因为只想赚钱 善一到处寻找同样带有SCM的挑战者 但现在他被一条白狗打败 成为了白狗的奴隶 树里亚在看到这一幕后和中央当出现 中央当建议善一与其当狗的奴隶 倒不如加入他们成为龙鹰的奴隶 善一最硬表示自己不喜欢被人命令 结果站在一旁的终业再也忍不住了 在确认竹利堪无事后 他向善一发出了挑战邀请 这件终业手拿板砖 立马就将善一给砸晕了过去 虽然是中央自己获胜了 但毕竟苏利堪被救了下来 根据之前跟树里亚的约定 他也成了树里亚的奴隶 这样一来 树里亚一下子就得到中央他们三个奴隶 可就在他们要带这些人离开时 大田和英雅及时赶到 白狗见到英雅立马跑了过来 原来英雅是他的主人 白狗的原名叫做厨子王丸 因为之前自己跑出家门后 却被脑部研究学家墨田教授捡到收养 为了报答教授的恩情 往往接受墨田教授最新研制的一种脑部装置机 也就是SCM 但墨田教授只想将这些装置 用于开发宠物的脑部 以方便主人们更好地调教宠物 但同一实验室的石田谷教授 认为墨田教授十分愚服 他认为将人类变为奴隶更加刺激 于是趁着黑夜潜入的实验室 偷走了研究成果 因为炼击头疗的缘故 被偷走成果的墨田教授 替石田谷承担了所有责任 他也因此离开了研究室 成绿域寡欢地待在家中 看到如此模样的墨田教授 弯弯决定再次踏上路途 替教授找到石田谷 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石田谷 但他却意外地遇到了昔日主人英雅 这也算是解答欢喜的事 中央当想要带走弯弯 他看出了这条狗的不同之处 智慧都怪堪比人类 不过却遭到了大田的阻挠 大田表示自己可以帮中央当等人摆脱努力的身份 但中央当却不屑一顾 他甚至还看出了大田 想要收服更多努力的野心 于是奉劝大田不要说谎 被看透的大田心里不惊一惊 一旁的英雅此时也看向了大田 在中央当等人走后 大田也开车带着弯弯和英雅离开 英雅疑惑为何弯弯会带着SCM 大田推测一定是有人给他带上的 而非弯弯自己想带 他们都不知道这条狗的身份 是最接近SCM的开端 一路上 大田一直念叨着龙鹰 已经收服了很多努力 而自己却只有彩化 更可悲的是 成也近来也被龙鹰极端给收服了 自己这边很显难 也是实战力薄 后座的硬压紧锁眉头 好像看穿了大田的心思 第二天 龙鹰假扮成小孩 在中央当的配合下 又成功 收服了一名努力 品川林 这是个无依无靠 没有亲戚朋友的男孩 整日的工作 就是家和公司两点一线 因此这样的一个人失踪了 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品川林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十分崩溃 中央能表示理解 但能就对品川林发出命令 谁知品川林并没有照做反而还想逃跑 不过跑了没几步 品川林因为头痛昏倒 最终还是被龙鹰给带走了 醒来后的品川林遭到龙鹰的盘问 因为第一次出现这样奴隶 违反主人命令的情况 龙鹰等人感到十分奇怪 其实品川林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每当出现头发状况时 品川林的另一个性格才会显露出来 很快 龙鹰就收到另一方势力的挑战书 对方声称自己是脑袋有问题的人 不仅如此 他还弄走了善意 龙鹰和中央当前往医院时聊起了往事 彼时的中央当还是一个小企业老板 因为当时中央当基于舒里亚的美色 被舒里亚实际陷害 因此成了舒里亚的努力 随后在第二天 大田也收到来自脑袋有问题的挑战书 自此第三方势力正式出现 可最近印亚已经厌恶了大田的种种行为 认为大田嘴上说 自己是为了突破自我而去参加各种挑战 但其实就是出于私心 想要收服更多的努力 两人之间发生了争执 英雅决定再也不会帮助大田 可是大田却仍旧死心不改 甚至还将英雅和汪汪哄骗到大家 然后再通过指纹彩花来威胁英雅 为了保证英雅能和自己合作 他让彩花当着英雅的面躺 今满是冰块的鱼缸力 而且还命令彩花和汪汪进行持餐具比赛 汪汪如果输给了彩花 那英雅就一定能任他摆布了 最后英雅还是选择继续帮助大田 而大田也终于说出了 自己想要收获更多奴隶的想法 可结果第二天 大田在公交车上 遭到第三方势力的老大台东脖子的挑战 不仅如此 他还收服了善意和之前玩弹珠游戏的 沐黑和刘紫衣 更可恶的是 他还将彩花哄骗成他的努力 台东之所以挑衅各方势力 是为了找到一位男人 通过台东的描述 大田可以肯定 这个男人就是丽川 他告诉台东关于丽川的事 之前他们二人合作买了一个SCM 丽川想要把SCM卖掉赚钱 但大田却想用SCM收服更多的努力 所以大田就将两人合作赚到的钱 全部拿走跑路了 之后台东在街角被小流氓为难时 丽川出现救下了台东 娘人一见奴固喝多了酒 甚至还去了酒店 台东醒来只发现丽川留下的纸条 丽川向台东表示道歉 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侵犯台东 所以先行离开 台东也就在此时彻底喜欢上了丽川 为了知道更多关于丽川的事 台东也将大田变成了自己的努力 第二天大田就收到台东的命令 他按照指示来到一栋大楼里 可到了才发现是鹰雅为了见他而设计的圈套 很快鹰雅通过简单的比试 就将大田变成了自己的努力 因为两人之前约定好 一旦大田成为了别人的努力 作为保险 鹰雅一定要将大田给救出来 大田看到鹰雅能就对自己负责 甚至为了他还带上了SCM 他终于明白了鹰雅所担心的事 于是向鹰雅表示道歉 但此时的鹰雅却一反常态 甚至对SCM展现出了更大的兴趣 不久后 鹰雅就在大田的帮助下成功收获了一名叫涉骨性的女人 鹰雅的意思是既然能成为主人 那就将所有奴隶收集起来 带他消灭所有的SCM后 再将这些奴隶解放出来 但是鹰雅的计划后 大田表示很乐意这样做 两人也因此很好录出 但是这个过程却需要面临着极大的危机 目前利用SCM收服大量奴隶的龙鹰成了许多人的目标 只要能影响龙鹰 他手下的龙鹰也就变相等于自己的 因为收到挑战性 龙鹰决定迎战 其实树里亚之所以会成为龙鹰的奴隶 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他 在与成也分手后被赶出来 之后在歌舞厅老板的介绍下才住进了龙鹰家 但是树里亚认为龙鹰只是个孩子 因为龙鹰妈妈欠了歌舞厅老板 列马无赢很多钱 所以被迫要在列马的歌舞厅工作还钱 简单来说就是龙鹰妈妈把自己卖给了歌舞厅 因此龙鹰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家里只有龙鹰一个人 好在善良的树里亚一直照顾着龙鹰的起居 谁知龙鹰竟然利用SCM把树里亚变成了自己的奴隶 树里亚是她第一个奴隶 她通过命令树里亚脱掉衣服 曾经确定了SCM的作用 于是此时龙鹰的心里蒙发了一种邪恶的想法 她带了树里亚来到列马的会所内 得知要救出妈妈必须付给列马一亿的缘 回到家后 树里亚上前安慰龙鹰 没想到龙鹰竟然摔倒在她的怀里 然后哭了起来 树里亚抱着龙鹰并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此时树里亚因为刚分手的原因 渐渐有了别样的感情 在她看来她和龙鹰都是可怜人 因此对龙鹰就更加信心相惜了 以至于她可以心安情愿地为龙鹰做任何事 包括龙鹰要牺牲自我 却诱骗带有SCM的其他人 龙鹰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努力 然后再用龙鹰身上搜刮而来的所有钱财就会妈妈 树里亚了解龙鹰的想法 别人在手臂上 为了寓以为龙鹰的樱花纹身 因为在她看来她和龙鹰的关系 都成了龙鹰的努力 之后龙鹰便带着中央档索利亚成也 苏利甘四人应邀了台东的挑战 挑战地点在一个仓库内 以龙鹰为首的这四个奴隶 分别对战台东手下的彩花 黑木 刘子依 闪依四人 他们规定双方要进入对方区域内 拿到对方的起职才算赢 比赛时人和人只要身体包括手臂碰到地面 就会被淘汰出局 而输的一方包括主人都会成为赢方的努力 比赛开始后 台东方因为提前布置了机关 因此占了上风 可是台东以为自己要饮食 龙鹰方的苏利亚竟然牺牲自我 站在水里 他的电线想自己电晕 这样一来对方根本无法遣途自己阵营 拿取自己这方的起职 除非对方也有像苏利亚这样敢于牺牲自我的人 但龙鹰他们已经趁机潜 弄了台东方拿到对方的起职 这下包括台东在内的几个努力 全都变成了龙鹰的努力 这一定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而是苏利亚竟然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帮助龙鹰 之后 又有人发现地图上出现了带星形标记的SCM 带上SCM的人分为三种 圆形标记的代表为主人 三角形代表奴隶 正方形代表的初始状态 也就是还没接受任何挑战的人 于是龙鹰命令奴隶们 找出了星形标记的SCM代表的意义 根据调查星形SCM出现的地方是一所高校 于是 苏利亚并打扮成了学生 潜入了进去 而台东因为具有医师症的原因 也进入学校 成为了医护士的老师 之后一位带着眼睛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发现了台东的真实身份 并且在女主守被男的帮助下 将台东和苏利亚抓了起来 而这个人却带有新型SCM的石田谷教授 为了得知龙鹰的信息 他将苏利亚绑了其他一兵 试图给苏利亚带上SCM 龙鹰医护每次执行任务都不会佩戴SCM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抢夺努力 过来苏利亚一眼不发 他就偷掉了试田谷给的SCM 试田谷教授的数学家表示 自己就是制造SCM的人员之一 他只想知道 佩戴者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的意见 他理想中的世界 就是统治者统一领导的奴隶 而那个统治者 就是带有新型SCM的自己 因为带有普通SCM的人 在新型SCM的人面前 根本不需要通过鄙视 就让瞬间成为新型SCM的奴隶 这种新型SCM被试田谷命名为 审判SCM 而目前银雅和大田之边 也开始调查关于龙鹰一伙的具体袭击 但是脸马还是决定 先从财力最大的脸马之边开始下手 为了收服脸马 他们制定了一场比赛计划 尼亚对脸马提出了 收款游戏的比赛挑战 在规定的两小时内 谁收取的钱最多 谁就赢 但前提是挑战双方营养账户内 以及自身身上的钱 不能算 脸马一听比赛 对自己十分有利 预知答应了比赛 营养有北蓝监督 脸马又旺旺监督 输了的一方 包括监督员在内 届时都会成为营方的努力 比赛正式开始后 脸马凭借多年的生意经验 很快就收到了90万日元 而营养此时 再收到50万日元 所有大田带着装友 隐藏蓝获装置的1000万日元 来到列马的公司里 他表示可以借给列马 但两小时后 列马就必须归还所有钱 包括筹到的金钱 列马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坑一把 然后利用空手套外郎 打造了大田的那1000万 比赛时间即将截止 营养带着100万出现后 列马在南自习 表示自己已经筹到了1090万 愿意筹过了营养 可下一秒那1000万就被烧成了灰烬 这下列马就只剩下90万了 因为之前检查过这1000万根本不是假钞 所以列马根本不相信 谁会舍得这么一大笔钱 营养拿出区块存折100万后 列马彻底绝望了 这下列马和北南彻底成了营养的努力 北南询用营养到底要干什么 营养解释自己只是想要解放所有努力 然后再消灭所有的SCM 北南和列马听到后十分欣慰地表示支持营养 而在第二天 高中生板桥月光 在网站上登陆了名为玛丽亚的解惑网站 因为十分欣慰玛丽亚的原因 月光将其是为自己的主人 玛丽亚对她发出命令 造作牵藏在学校里的龙鹰爪牙 因为狼海中不断响起的声音 提醒着她来到了医护师门口 忽然 她都听到神父老师石田谷和台东伯二子的对话 因此得知了石田谷的计划 之后玛丽亚又命令月光前往她的主人 青的地方去协助青 可月光按照指示却来到了龙鹰的地盘 于此只好将她发出了挑战 可此时的龙鹰正在担心失踪的树里亚和台东 站在一旁的品川林站出来说 要单独解决月光 其实此时的品川林已经不是本能了 而是另一个人格 青 青本是灵的妈妈 因为车祸意外去世 留下的又小了灵 但可能因为佩戴SCM的原因 青竟然在此后 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灵的身体 而发出命令的玛丽亚 则是早年间受到青恩惠了人 她敢念青当年对自己的付出 于是决定要继青 将成为奴隶的灵解救出来 此时的青和月光暗斗存昌 想挟持龙鹰 龙鹰惊讶为何灵不听从自己的命令 可灵却告诉她自己不是灵而是青 龙鹰在这品川林是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 就在龙鹰要被青带走时 中野和中央当即时赶到 将龙鹰救了出去 而玛丽亚也开着车 及时而来将青和月光给带走了 因为收复了龙鹰的计划失败 玛丽亚向青表示内疚 原来十天前 另一个性格的青找到了玛丽亚 拜托她帮忙拯救自己的儿子林 回到家后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起来 这代表她即将在十小时 另一个性格的林即将醒来 因为每天青都会有两小时的苏醒时间 所以玛丽亚并不担心 为了保证林的安全 玛丽亚谎称自己也是心理医生 不仅如此 她还命令月光将林的行李搬过来 让林一直住在家里 而青夜目睹经过的中央档却以为林被其他人夺走了 所以才会反过来对抗龙鹰 龙鹰解释林具有双重人格 在另一个人格出现后就会违背SCM的原则 因此龙鹰的命令对清根本不起作用 目前龙鹰集团遭受重创 失去了林、台东及舒里亚 龙鹰经常念着舒里亚的名字 看得出来 她很担心舒里亚的安危 和发生这一切 都被站在勾处的试田谷 看在了眼里 看着这么多佩戴SCM的人来来往往 她嫌美的一笑表示 终于到了要收网的时候了 可是此时舒里亚失去了踪迹 现在龙鹰的生活回到了以前独居的状态 于是她天天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 这天 中央当代的剩下的奴隶请向龙鹰的指示 她照常向龙鹰回报情况 糟糕的是 不仅舒里亚和台东行动不明 就连藏在校门口监督的暮黑近日也失去了踪迹 很想让他们三人已经被抓 然后成为了别人的奴隶 龙鹰一下子就损失了三名奴隶 而现在情况呈现出了三足鼎立的状态 一方是龙鹰为首 一方是大天气鹰雅 还有一方是前不久发现的 马里亚 可糟糕的是至今 也没有人找到新星SCM代表的势力 听完汇报后的龙鹰技能无动于衷 她表示任何行动都由奴隶们所得算 她不会再对奴隶们下达任何指令 这让一向只懂得听从命令的几年段的阵交 因此他们一伙能陷入了另一场阴谋中 首先是中央当找掉的暮黑 可此时的暮黑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奴隶 他们在暮黑的身上搜查出了一张带字的纸条 纸条上带着新型SCM的标记 他们判定暮黑的主人将会出现 于是来到字条上的地址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台东及诗天谷 就在中央当对诗天谷发出挑战时 诗天谷直接带上了黑色的SCM 也就是地图上所显示的新型SCM 这下所有人都成了诗天谷的努力 看得大家不明所以的样子 诗天谷又解释道 这门新型SCM是特制的 但由普通SCM的人在新型SCM面前 根本不用通过比试 就能瞬间成为新型SCM的努力 这种SCM也被他称之为审判SCM 之后诗天谷还用电话挑衅龙英 他告诉龙英树里亚也在他手里 但树里亚却坚持对龙英的忠心 因此树里亚受到了很多折磨 当龙英看到树里亚被折磨后的照片 终于决定要救出所有奴隶 与此同时 赢亚也收到诗天谷发来的挑战信 因为涉骨星也被诗天谷抓走 赢亚决定应邀参加挑战 在电话的介绍下得知了审判SCM的存在 而挑战第一点越在一处仓库内 但因为无法得知审判SCM的构造极无威力 英雅决定先提前解读仓库 将涉骨性救出 可谁知道了才发现 涉骨性已经成为了诗天谷的努力 因此英雅等内陷入了诗天谷的圈道内 危急时刻好在大天将英雅推了出去 英雅这才没有落落诗天谷的手中 在收获完整后的诗天谷 将台东视为最性能的伙伴 他开心地告诉台东自己的计划跟秘密 台东最才知道原来审判SCM并不是无坚不摧的 只要从未输过的人和诗天谷比试 获胜了就能将诗天谷变成奴隶 而因为输过的人 打脑里已经储存了失败过的意识 只要遇到审判SCM 他们就会下意识地想起失败的感觉 审判SCM也正式利用了这一点 才会将失败过的人直接变成奴隶 而在这天夜晚 玛丽亚因为担心品川宁的安危 为了解放品川宁 玛丽亚决定带上SCM向龙鹰发出挑战 而谁知刚出门的玛丽亚 就被同伴带着SCM的神秘人攻击了 因此玛丽亚品川宁都成了神秘人的奴隶 其实这个神秘人名叫港龙卫 从小性格敏感多疑的他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收获了社谷性做奴隶 社谷性对他百般服从 让港龙卫觉得自己被人重视了起来 谁知社谷性被鹰雅带走了 因此港龙卫变得神神叨叨起来 意思在寻找社谷性时 他不小心被路上的立川给撞倒了 于是他发誓要将所有看不起他的人 都变成自己的奴隶 所以在得知师庭谷的行踪后 港龙卫趁机潜入了师庭谷的浴室 成功通过强硬手段将师庭谷 变成了自己的奴隶 之后台东出现 师庭谷这才知道自己被台东出卖了 而港龙卫之所以能够说动台东 成为自己的奴隶 只是告诉他关于立川总继为由 因为台东其实对SCM并不是很有兴趣 他只是想要找到立川这个男人 而这下港龙卫成功收获了18位奴隶 成为了势力最大的人 之后港龙卫命令这些奴隶 做了很多荒唐的事 甚至还采害着他们自尊以及身体 而逃出来的英雅接到来自大田的短信 短信是一串电话号码 英雅打通电话才发现对方是立川 于是两人约定见面 立川因此得知大田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奴隶 但一想到大田将自己的钱骗走 背叛自己 立川就岂不打一处来 为了让大田还钱 于是他决定接受英雅的建议 因此两人决定联合将所有奴隶救出来 因为之前在书店偶遇过龙英 英雅也来到书店 果然两人在这里碰面 龙英向英雅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并请求加入英雅 但目前最麻烦的就是 不知道该去哪里解救大家 此时英雅表示自己的邮箱 收到陌生协助者的信息 信息会告诉他们具体地质 但目前不能确认信息的真实性 或许这是个圈套 不仅如此 市定故白被港龙卫给收服了 目前的港龙卫有18个奴隶 正面应战不是明智的选择 英雅提出只要和身为主人的港龙卫比试 就能救出所有人 于是他命行人来到了仓库里 而港龙卫从市田谷这里得知 目前带有SCM的一共23人 所有仓库里的18个奴隶和港龙卫 还有英雅、龙英、板桥月光、吉利川等人 于是港龙卫便决定要将这4人守为奴隶 而品川尼的另一个人格亲 此时也出现了 他用邮箱给英雅发出了一封信 告诉英雅港龙卫在三楼 之前英雅收到的信件就是他发出的 因为要解救品川尼 他必须得找到另一股势力来消灭港龙卫 于是英雅他们来到了仓库 果然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港龙卫 以及被囚禁的农历们 在龙英的指挥下 英雅来到三楼携制了港龙卫 并且要求港龙卫和自己比试 因为从未输过的原因 英雅很自信地带上了SCM 而他们的比试内容就是 谁先求劳谁就输 可没想到英雅被突然出现了几名农历控制了起来 港龙卫见到英雅是单地薄的样子 立马同意和英雅比试 而立川则趁着英雅和港龙卫比试的时候 偷偷潜入大楼准备放火制造混乱 可没想到差点被巡逻的奴隶们给发现了 这奴隶们离开后大田出现了 他表示早已发现了立川 在得知立川时来解救所有奴隶后 大田表示会听从立川的指示 很快二楼三楼都发生了爆炸 正打算折磨英雅的港龙卫也听到了爆炸声 他并以奴隶们全都回到三楼 奈何火事太大 奴隶们害怕危机生命 因此都跑到了异楼 港龙卫崩溃地表示 连奴隶们都不听自己的话了 所有人都要无视他 英雅向港龙卫解释 即使是主人 也不能让奴隶们真正做危害生命的事情 这也是奴隶们不听他指示的原因 七级败坏的港龙卫突然狠狠地朝英雅挥起了拳头 而逃到楼下的大田 因为接到港龙卫发出抓住入侵者的命令 因此和立川打了起来 立川表示自己正要和大田打一架 他需要狠狠地教训一下大田 可大田却表示自己十分感谢立川能来救自己 自己也为当初背叛立川的事道歉 很快大田是输给了立川 立川也表示原谅了大田 但之前被大田打走了前 大田还是要还给他 立川也从大田这里得知任努力 都被关在地下室 掩盖火势即将蔓延到地下室 龙云跑到了地下室 将大家救了出来 然后他又来到三楼打算将英雅救出去 难道火势太大 楼梯已经不能用了 于是立川搭着英雅青 以及港龙卫一起从三楼的窗户跳了下去 因为害怕 港龙卫在跳下的同时大喊一句 救命啊 这下他成为了英雅的奴隶 而龙英在众多女奴隶中找到了树里亚 这下大家都被救出来了 英雅按照之前的约定成功解救了大家 这下所有人都摆脱了奴隶的身份 就把大家喜出望外时 士廷古教授却偷溜了 这部是一部特别特别优秀的作品 对比演绎不如狂毒之冤 能心的描写不如赌博默示录 但他胜在有ASM这个神奇的设定属于高开低奏 但是在二十三个人故的描述下 却又能将每一个人都串联在一起 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故事 原作我看了一些 尺度内容根本无法跟动画做对比 动画已经真的很尽力了 他做出了很多修改删减 甚至调整了很多剧情 才让动画看得显得正常一些 不知道各位平时最喜欢什么内心的动画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少年 因为那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